大象用著橡皮扛起男子 來個親密互動 還有人上演味石秀 或是體驗當地嘟嘟車 在街上四處趴趴走 台中私立中學幾十位教職員 被學校招待到泰國展開 五天四夜的旅遊 關鍵就是他們招生大標 在這過程之中 我們這一次特別從各個校區 選了績校特別優良的這些老師 來給予他們海外旅遊的獎勵方案 在小子化衝擊下 校方鼓勵教師平招生 只要教學表現創新優異 班級經營管理卓越 指導學生參與各項競賽成果豐碩 無論年資就可以出國 只是說有這個旅遊以後 變成我們在這次出遊的過程中 也一直在思考 這就是一個動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踏出去之後 我們在一些文化上面的 碰撞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帶給 回來之後給一些學生新的 為了提高學生在學習意願 老師也在教學上開發新教材 還針對招生舉辦體驗營 用出國當獎勵 兩個校區共12班都招生而慢 學校另外也獎勵 簽名教職員到國內旅遊 當下聽到其實很開心 那我覺得這次最特別的地方是 董事會也同樣照顧到了行政同仁 今年的也只有針對北屯校區 還有應該說小學到中學的部分 但因為幼兒園 我相信大家了解他的學制比較特別 他是每一天都要上課 所以幼兒園這次時間比較搭不上 小子花浪朝下 私校招生不減反增 校方既出出國獎勵 也成了老師們教學動力 進行為留學欄文中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